今天是12月1号 前两天我就想聊聊美国大选的最新情况了 那么这两天又有一些新的消息 这一期就做一个总结和展望 星期五的时候 俄亥俄州的州务卿拉罗斯 签署了俄亥俄州的选举证明文件 他宣布川普获得了315万4800多票 获得总票数的53% 拜登获得了267万9000多票 获得了45% 川普以8个百分点优势在俄亥俄获胜 获得了俄亥俄的18张选举人票 这是全美国第一个正式宣布结果的州 那么俄亥俄州的州务卿表示 他非常自豪于该州的选举是完全公平的 所有的选民可以确信自己的声音被听到了 这也是俄亥俄历史上最无障碍的一次选举 总投票率是创纪录的74% 俄亥俄州议会参议院将在12月14号 将18张选举人票投给川普总统 那么俄亥俄州面积是全美第34 人口总数全美第7 选民传统上是倾向于共和党的 那么川普确实拿下了俄亥俄州 那么第二天有一条小趣闻 就是在11月29号的晚上 拜登在遛他的两条德国牧羊犬的时候 扭伤了脚踝 要接受骨科检查 还是挺严重的 因此也有很多人担心 说他已经78岁高龄 跌了一下 老年人不经跌 特别是摔伤了脚 是说不定会很严重 那么目前他说状况良好 会接受一名骨科医生的检查 然后川普发了一个推文 祝他早日康复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网上有人说 是他看到了鲍威尔的5B的铁证以后 下的跌倒 这个我没有考证 我觉得如果川普团队有铁证 交给法庭就可以了 实际上他们也在向法庭申辩 朱利安尼向宾州一个下级法院争辩 拜登在宾州以8万多张选票赢了川普 本身胜利就很微弱 而且宾州发生了大规模的选民欺诈行为 但是他们在向费城第三巡回上诉法院 进行申辩的时候 那个法院的法官叫马修布莱恩 周五裁定川普竞选团队的指控毫无根据 没有证据来支持他们的主张 而且指控的票数还远远少于拜登领先的票数 这个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呢 有三名法官 包括这个主法官马修布莱恩 都是由共和党这个任命的 都是由川普任命的 在听到这个结果以后呢 川普连发两推来炮红这个结果 说在宾夕法尼亚案件当中出现了一些具体指控 而且我们有大量证据 有些人就是不想看 他们不想拯救我们国家 伤心 然后川普的最后一招呢 就是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请紧急禁令救济 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会先交给法官塞料尔阿利托 然后让他来判断 他的同时要不要接这个案子 于是呢很多的时政评论在周末的主题就是 川普终于把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 就等着最高法院一锤定音了 于是呢整个大选也到了最扣人心弦的一环 很多人期待着最高法院拨乱反正 拨云见日 一锤定乾坤 我呢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在想啊 最高法院会不会接这个案子 如果接了呢会怎么判 我首先呢重温了一下 美国最高法院自成立以来 他接案子的风格的这个变化过程 开始最高法院呢 是什么都接的 刑事民事啊 什么都接 这个当时交通也不方便 法官还要自己骑马或者坐车 最高法院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场地 就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 后来呢最高法院司法这一级呢 逐渐的壮大了起来 案件太多 于是呢最高法院就只处理 涉及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 以及主要涉及美国宪法和政治伦理的案件 也就是最高法院从一个普通的法院 演进为一个宪法法院 近几十年呢 主要是处理美国宪法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 一些类似政治伦理问题 哲学问题 比如说对自由的定义和边界 对个人权利的界定等等 当前呢美国社会主要有四大价值观 各有支持者 但是呢这四大价值观各有缺陷 一个呢是功利主义 这也是边境提出的一个著名的理论 他认为这个人类的价值 幸福都是可以加加减减的 因此只需要衡量 然后精密的计算 就可以让整个人类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所以边境认为他揭示了人类社会一个最大的真理 并引以为豪 但是呢功利主义 他没有办法把人的尊严 情感 生命这些东西 计算在内 没办法衡量他们的一个绝对的价值 比如说安乐死 比如说牺牲少数 为了大多数 能不能去牺牲这个少数 所以这个功利主义呢 仅仅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 一定范围内可以运用的东西 它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矛盾 然后呢 美国社会还有两种自由主义 一种是自由至上主义 那么这种主义看来 自由就是最高的价值 只要不侵犯别人的自由 那么我干什么啊 都是不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比如说不戴口罩是我的自由 那么它也有缺陷 就是一切自愿的行为 是不是就应该被社会所允许 甚至鼓励 比如说自愿卖赢 或者是自愿买卖器官 那能不能卖 如果你说你不戴口罩是你的自由 那么它会有一个溢出效应 它会造成全社会受感染人数增加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办 还有一种自由主义呢 就是liberal 就是大家熟知的左派自由主义 任何人都追求平等 而且是追求结果平等 特别要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像同性恋啊 变性人啊 少数族裔啊 目前呢 美国这两种自由主义正死得你死我活 第四种呢 大家也很熟悉了 就是集体主义 就是以社会大多数人为优先考量 照顾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那么对这四种价值观呢 尽管很多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解决办法 去挑选出一种最适合的 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唯一的答案 尽管罗尔斯啊 非常天才的提出了无知之目的设想 但是那个无知之目之后 人们具体会采用什么样的政策 会制定什么样的规则 仍然取决于这个人群的价值取向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受害者是谁 但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认为 应该采用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 重规则不重结果 有的人就是认为 一定要看重最后的结果 那有的人胆子大敢冒险 有的人胆子小不敢冒险 所以其实呢 他仍然没有解决最后的 这个终极问题 无知之目之后 社会规则如何制定 仍然和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有关 那最高法院呢 大概就是处理这类政治伦理问题 哲学问题 比如说堕胎 那个胎儿他算不算生命 这个东西你是没有一个固定的 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答案的 还比如说更现实一点 如果新冠疫苗出来以后 那么一开始是先给谁接种 是有钱有需要的人可以先买到呢 还是说强制性的给老肉病残 或者医生先打 还是按什么其他的标准去发放 甚至可以合理想象一下 真的有流浪地球的那一天 那么如果大家都要进地下城躲着 你是按财富分配名额呢 还是说按对人类的贡献 跟每个人打分 学历是多少 这个工作是什么样 对人类有没有贡献打分 还是说按照最简单粗暴的抽签 是要舍小家为大家呢 还是让大家同生共死 就是这类问题 本质上它不是技术问题 不可以像数学题那样解 奥巴马呢 最近他发售了 他写了四年的一本新书 写了800多页 那也写了很多年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写一本书 花好多年是很正常的 那么他在这本书里呢 讲了他的政治生涯的治安时刻 就是他的那个奥巴马医保 也就是到底要不要美国实行一个全民统一强制的这个全民保险 其实这几十年来美国总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但只有奥巴马是做成了 其实说到这个全民医保 它是有好处有坏处 它的坏处呢 就是所有人的保费都要上涨 政府呢 要补贴大概一万亿美金 但是你如果没有统一的保险呢 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啊 它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穷人呢 他不会买保险 或者是保的保险 那个质量非常的差 医保不够 他一生病就完蛋 同时也是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性 美国至今还有4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这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而且呢 这种自愿的医保 商业医保呢 也会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 有钱的人保得多 大公司给员工保得多 他就不在乎医疗费 间接会造成美国的医疗费用直线上涨 美国的医疗费 已经是发达国家最贵的了 也会导致穷人更加看不起病 所以奥巴马把全民医保 当成政治生涯一个最大的攻坚战 他在任内呢 是成功实现了 但是他离任以后 共和党立刻把这个官司 打到了最高法院 要推翻他 而当时的最高法院呢 好像是以5比4 保住了这个全民医保 总之呢 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政治学和公共政策 在考虑实际问题的时候 都是采用所谓辩证法 真正的辩证法 就是说呢 一件事有好有坏 在其中艰难的权衡 最后做一个艰难的选择 政策制定呢 它不像大学课程 比如说桑德尔的那个正义论的课 一个铁道 一边是一个小孩 一边是5个 你可以搬动这个铁轨 你搬还是不搬 在上课的时候 你可以发散思维 可以开放式结局 但是真正的政策制定 它一定要有个结果的 那么最高法也是一样 它最后一定要一锤定音的 所以我在前几期有一期讲了 最高法呢 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判断这种伦理案件呢 我呢不是法律专业 但是我说的 我呢不是法律专业 我说的会比较业余 但是我相信我的判断呢 基本是对的 就是还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民情 总体的社会民情 因为法理不外乎人情 现在整个美国社会呢 是整体左转 但是我说过了 这个左呢 是liberal这个左 自由主义的左派 而不是中国的左 中国的左呢 是极权主义的左 中国和西方 罗马希腊体系呢 是两条平行线 中国一直是帝王专制 所以不要用看待中国的眼光 去看待美国 看待西方世界 现在中国有很多 第一代移民来到美国 还有很多的反共自由派的人士 他们普遍倾向保守的价值观 倾向右翼的思潮 是因为在中国的问题呢 确实是长期的左 是他的根本问题 而且是极权的左 那么国家社会主义的牢笼还没有打破 所以呢 中国的自由派天然认为右是对的 但是对美国来说情况就不一样 美国一直是偏保守 偏右翼的价值观 从40年代开始 一直有了七八十年 现在开始向北欧福利社会在过渡 所以他有这种左的势力是很正常的 而且这个势力是很庞大的 就像什么呢 我打个比方 就像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发现美国很多水泥建筑 他楼道里 甚至外墙上 他都不涂漆的 他就是把那个水泥摸摸平 我刚来的时候呢 看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不美观呀 中国的所有楼都漆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后来就理解了 这个美国呢 他要强调环保 所以他不愿意突七 所以这样呢 既省钱又对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 所以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他已经是个后现代国家 所以你不能用克州求见的眼光 用看中国的眼光来看美国 这一点很重要 我还不得不提到呢 就是在对最高法院的期待当中啊 有一类博主啊 有一类实证评论博主的思维非常可怕 就是这个大法官啊 保守派大法官是川普提拔的 所以呢 他一定会帮川普 这种想法 这种站队思维 几乎就是要推翻三权分立 和司法独立的根基了 大法官虽然他们价值观有差异 但是他们一来是在最大程度的寻求 妥协和团结啊 包括刚刚去世的那个那个女性大法官 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的尖锐 他在很多问题上是比较委婉啊 寻求一个妥协的 那么尽管最后啊 共和党的或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 在一些伦理问题上 像堕胎问题上呢 他的意见是不一样的 但是往往也是势均力敌 而且最后的结论也是会兼顾到 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 不同的 比如说在堕胎 在不同的州实行不同的法律 比如说进教堂 可以说有的州 他可以不限制人数这种 但是你一定要说 是共和党的法官就一定要帮共和党 是川普提拔的法官 是哪个总统提拔的法官 就一定要帮哪个总统 这恰恰就是中国的人质思维 这种思维是非常可怕的 这种思维也不符合大法官 在历次这种案件当中 判决当中 出现摇摆法官 出现背叛法官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不符合美国的历史和现实 当然还有人他是认为 只有保守主义能够拯救美国 美国再走下去就完了 我前面说了 美国的左不是中国的左 美国是有很多社会问题 是要解决的 但是很多人这种恐惧是来自于微信和网上 对于民主党的片面化和妖魔化 比如说贺锦丽的加州950法案 它是叫47号法案 950美金的犯罪 它不是重罪 其实它是恢复 它是从重罪恢复到轻罪 950这个线一开始就是轻罪 后来变成重罪 然后他又把它恢复成轻罪 它并不是开创 也不是说它不是罪 贺锦丽的提议是说 把惩治重罪犯的钱 投到监狱的钱 把它投到社区教育上 相当于铲除犯罪的土壤 但是这个法案在加州运行的 应该说不好 我相信这个法案经过这么多人反对 它以后也会去改革 甚至是会把它重新恢复成重罪 其实像川普这种政治素人 政治异类的上台 正是给美国社会的一种警醒 那么美国的这个机制 让传统的政治精英呢 有办法 而且也会想办法去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 这一点呢 我是从不怀疑 这个才是美国机制的这个优越性 另外呢 在全球化时代 那么利益受损的部分发达国家 或者部分群体 他的保守主义回潮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非常普遍的现象 比如说英国脱欧啊 法国 德国都出现了这个极优异势力的壮大 那么在西方政治传统上 这就是一种钟摆效应 左右平衡 所以没有必要太担心 因此呢 把美国的左右等同于中国的左右 把川普等同于拯救美国 等同于反共灭共 甚至等同于上帝之首来拯救这个世界 然后呢 川普最后要靠他任命的大法官一锤定音 这都是一些非常错误而可怕的想法 那么回到这个川普团队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可能性 现在呢 这个联邦上诉法院说 川普团队根本没有证据 那么我上面说了 最高法院的特点呢 他又本身就是不处理技术性案件 如果说川普团队在上诉法院 他都拿不出任何证据 那么到了最高法院 他是不是就突然会拿出证据 那他如果没有证据 那最高法院能怎么判 那么看到这里 相信屏幕前理智的你 心中应该会有答案了 实际上呢 川普团队也在考虑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万一不能上升到 上诉到最高法院会怎么办 那么今天呢 在白天的时候 美联社 这是美国大选宣布的一个 就是权威机构了 还有NBC国家广播电视台 他说呢 这次大选没有大规模fraud舞弊的证据 说要么主张这样主张的人呢 要么你拿出证据 要么你停止传播阴谋论 然后下午的时候 川普提拔的司法部长巴尔 他说呢 司法部没有发现足以改变 2020总统大选结果的大范围选举舞弊的证据 因为呢 他在重点密西根选票的时候呢 花了300万 最后拜登还多出来多少 87票 司法部呢 就下下FBI了 就是那么就是调查机构的 已经到头了 他没有发现足以改变结果的 这个舞弊证据 不过川普这个老头呢 还是相当乐观 相当有个性的 他在今天傍晚的白宫圣诞派对上啊 对这个在座的客人说呢 我还是赢得了选举啊 但是呢 他们就是民主党 不喜欢这个结果 这是amazing的四年 我们正在努力再做四年 否则的话啊 我们四年以后再见啊 总之呢 这就是川普的性格 也是很多人喜欢川普的原因 那么他为什么要如此努力的 在座四年呢 BBC有一篇文章啊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大家可以去看 他说呢 他分析了就是 如果川普卸任以后 变成平民的川普 可能会面临六起官司 所以呢 他一定要 他在总统的任上 他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那么他卸任了就没有了 今天又有消息说 川普整个团队呢 在争取一个提前的司法豁免 好 说到这里呢 节目也尽为生 那很多人呢 可能要失望了啊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啊 完全没有必要啊 因为从疫情开始以来呢 甚至从香港问题以来 我的评论呢 好像就有点脱离海外中文 中文实证圈 所谓的这个反共主流 从大选以来呢 我更是几乎特立独情了啊 现在呢 我是在顶着流量订阅 以及相应的收入的大幅减少 我再坚持基于事实 再给你分析 我没有减像很多那个博主一样 减就是观众喜欢听的说 我也不像有一些博主一样 疯了一样 每天告诉你川普赢了 今天赢了多少票 明天又发现了一个铁证如山 后天呢 奥巴马 希拉里什么拜登被抓 我呢 只是从可以验证的事实和常识出发 尽力给你解读 每天这个关于大选的最新进展 我仍然坚持我的原则 绝对不造谣不编故事 不给你灌输一种平行世界 不给你营造一种不存在的危机感 我认为呢 如果这么做的博主 有的呢 是自己确实信以为真了 有的呢 就只是在欺骗观众收割流量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虽然现在有些观众啊 看我的节目不理解中途离开 但是我相信呢 凭我对过去时事判断的 这个准确性 时间会证明一切 那些观众呢 终有一天会回来 跟我同唱这一首 更重要的是呢 我对未来的中国转型 一直都是充满信心的 现在随着美国大选 我的信心更加充分了 说实话呢 对于那些寄希望于川普 能够导供灭供的人 来说他们其实是在绝望的悬崖边转了一圈 现在呢又转回来了啊 但是他们呢 现在还不太明白这一点 那这里呢 我就不多展开了啊 更多的话 更有深度的内容 都会在我的那本书里 那总结一下就是呢 川普上诉到最高法院的可能性啊 目前仍然存在着两种可能 但是有一种是可能性是更大 川普一再说自己努力要再任四年 那么他们有自己的小目标 但是今天美联社和NBC和司法部长 都同时宣布 这次大选没有可以改变结果的大规模舞弊 那么美国社会的问题 包括与中国如何交往的问题 新一届政府呢都会继续处理 我对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判断是 它会在这种传统政治智慧的基础上 更进一步 发展出一些更加系统 更加科学 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 能够进一步去解决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问题 也包括对中国的问题 而中国未来的转型 现在重新起步 而且正在加速进行 好 那么大家对这期节目有何看法 可以去我的电报群讨论 我也会在每周末组织群友 进行一个时事专题问题的讨论会 并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夺视直播 那么我的电报群和个人频道的链接 都在节目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 如果您认同我们频道 对于事实和逻辑的坚守 也欢迎您赞助打赏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助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